能不能处 能处咱就处一下吧 你别吵吵把火 我这个人就是笔气毒 我这个人没有水平 说话深重 我就没啥说的 别吵吵 这是咋的 相亲还不让说话呢 那大妈你让大爷来相亲干什么 不说话在这干瞪眼吗 那你别找老伴了 去找个不老汪 没事你还能打他几下也不会还手 得了 不吐槽了 我们话入正题 老少爷们搬好椅子拿上小桌板 提上瓜子我们看热闹了 阿姨你好 等半天了吧 没事没事啊 相亲对象田大妈75岁丧傲 退休金4000元有个农家小院 别看大妈岁数大 但是爱美之心绝不小 你瞅瞅这耳朵上的金耳环 不灵不灵闪爆我的狗眼 别看大妈老 但是大妈这次是功成名就退隐深山 你瞅瞅后面的瓦房 都是大妈的江山 想搞农家乐乐的 要我想找一个能够的人 我脑袋也好 我们想干点啥 我现在还要是办啥厂 他儿子要行的 我都让他来着 这老太太可不是来着老伴的 这刚说好就把目的说明白了 我是要招商免房租 怪不得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 女大三是送江山 来吧当我老伴 我给你免费提供地方 最似整个农家乐好点弄个小闯子 看看你现在住的屋是哪儿啊 我住的屋是那边啊 行那咱们去那屋看看 这个屋平时住是不是 那屋我儿子有时候来 阿姨这屋 这屋是厅吗 这厅人挺大的 沙发大沙发大电视 这大彩电 这大妈的家可不是一般的 那可算的是二般的 带着红娘走一圈 足足转了半个小时 屋里的装修好似别处 屋后还要果园菜地小池塘 这哪是农村啊 这不是活生生现实版的桃花园记吗 以后就在这养老了呗 这有意思呗 大妈说了 我就是在这养老来的 陶冶情操争取多活几年 大妈说了我就想找个老伴 没事俩人种种菜钓钓鱼 经济实力在这放着呢 实在不行找个保姆 但是大妈对另一半要求可不低 有一个男的能干这些活 就不用你自己了 他有的吧 他啥也不是 他这一做 大妈在农村买小院也是有原因的 五年前女儿身患重病 在医生的见一下举家搬迁 乳肖癌恶性的 手术不干 另外也受不了 没成想 我17年该的 18年老头去世的 19年姑娘去世的 可是新鲜的空气 并没有延续女儿的生命 没过几年老伴也被送走 女儿也是没熬过几年 也是撒手人寰 那大妈你这买的地方 是不是有点毛病 本来是走一个人的这下好了 走了两个 这老天一夸插一下 给大妈来了个知名的打击 可是故人以此自己还要生活 大妈就决定留在农村 封存住自己美好的回忆 大妈生怕自己突然隔壁 自己一个人住没人发现 就想找个老伴一起共度余生 对老伴的要求就是有演员不拉他就行了 那大妈你啪个啪那的咱去养老院不行吗 得了 谁让我们是红娘的走吧 找找哪个大爷能看上大妈吧 你好 你好 等半天了吧 没等到来会儿 我手这冰凉的 我得我也走圈了 刚才就在这走圈了 对对的 我刚走完呢 走了五千多步了吗 每天都走圈啊 每天走两次 每天都走一万多步 啥一万多步 谁要让猪猪走一万多步 我能拿着刀追着他砍三条街 相亲对象李大爷79岁丧傲 退休金四千元有住房 一进屋就让红娘吓了一跳 别看这老头马上八十岁 但是这房子收拾的是真干净 跟猪猪比较呢 我家真的是猪我 我怀疑大爷大妈妈都商量好了 每次相亲都有展示衣柜的环节 咋的 衣柜能体现你们的经济实力啊 别看大爷岁数大 但是大爷可不是个服输的老头 没事就喜欢出去旅游 甚至要去参加极限运动 这个出去旅游拍的是不是啊 这个是越南 这个是在越南 这是越南照的 这个是几年前呢 就是18年 18年 那玩这些东西你都敢 身体都没问题 你看我这个我都敢 你看我还不敢 对啊 这个吧 那个导游 咱们国家导游不同意 外国导游不同意 因为我年轻到 我七十八了 你还飞天上去了 这个底下气挺辣的 飞天上去了 我姑娘跟导游商量 我也跟他们商量 我说我的身体没问题 出问题不用你管 不找你了 不然你那个年龄 已经到达那个线路了 过七十岁吧 过六十五岁吧 也就不样玩之后 虽然导游不同意 但是大爷就啊 我就是要上圈 我身体嘎嘎棒 我老了也要超越自我 得了 既然大爷这么勇敢 那就来见见大妈吧 这见面可比蹦鸡刺鸡多了 这刚见面提出参观的请求 就被大妈拒举了 大妈 你这老头弄啥呢 我看不上你 你就别看了 大妈是没有经历人生的读的 不乐意就是不乐意 我看不上你 就是不让你看 大妈这态度 大爷也是看在眼里 恨在心里 我就这条件 咱们见面了 你住在这一块 你看要行就咱就聊一聊 要不行的话 那就算了 不聊 这大妈是真不懂人情事故啊 少了社会的毒打会行 这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大爷啊 这是红娘的价值就提现出来了 赶紧缺和 为啥呢 阿姨 这叔叔就可能就是 学历对于你来说 可能稍微是差一点 但是其他方面 这个叔叔一点都不差 你了解接受接受 我身体特好 78岁的 19 但我身体特好 身体特好 每天都走一万多步 他跟我说 我们一样的女儿 他说要种地 我说我现在可以种地种出来 我说我的身体好 我就喜欢这种生活啊 在大爷跟红娘的一套组合拳下 大妈一听这老头身体型啊 给我种地正可以 阿姨我觉得可以跟叔叔了解了解 因为叔叔各方面真的都挺优秀的 说话啊 谈谱啊 身体啊 我们的丈夫啊 一米八一 但是大妈细想还是不行 你这老头身高太低还没延迟 领出去丢我的脸 就想着我们单位有时候 要会啥都找我领不出 反正我就是丑不过关 你是不是总是拿跟你相亲的对象 跟前夫去比 就感觉谁都不行 也是这么说 这大爷可不干了 我年轻时可是帅小伙一美 那追的女孩都排队 这老了老了 被你摆一当那可不行 我必须搬回来一局 我喜欢火 也喜欢在农村种菜 自己做点菜 这绿子食品挺好 我喜欢天然生活 我很喜欢这种生活 我就怕你是一来两天半 冬天来 白雪啊 挨的这么的那么的跳舞 他就怕你现在带不住 我没有那个说的 我这些 是呀 放心吧小老妹 我就是热爱农村生活身体 嘎嘎皆是 跟着我 我把你小菜园子 给你养个鸟语花香 这可让大妈忽悠迷糊了 你会开车吗 你瞅瞅 这哪时候开车 叔叔会骑摩托 就是阿姨 你会骑摩托 有一个那个小电瓶车 我现在我在家 你天天骑摩托 就是我这就是带不车 电瓶车 那我完全可以回开 买菜买个名买个名 那这样还挺好 大妈看着热爱 生活的大的小心脏 那开始砰砰的跳 决定好好接触一番 于是决定带大爷去参观 但是大爷去开始傲娇了 你刚才不让我去参观 现在又让我去呢 我就不去就不去气死你 这是要逼着大妈求着你去吗 但是大爷是多变的大爷 大妈还是那个硬气的大妈 你去不去 大爷嘴上说着不去 但是身体很诚实啊 但是不出去还好 大妈又开始烦她了 自己在哪儿捞我 我就站在那儿 你就站在那儿 太危险了 你怎么不懂自己 怎么不懂得 我不害怕 出了个人就麻烦了 对啊 这人出了人就哪儿了 没事 你叔叔大了 你可不是年轻了 叔叔还得惦你 你担心 你可不能自己捞我 你可别烦我了 你那话就不会停吗 安静点 你瞅瞅这老头多好 啥事都想着你的安慰 这你都看不上吗 大妈 这错过这村没这店了 大妈可不管你就管你的 你瞅瞅你还没我高呢 这就没话说了吧 大爷就是比你高 黑你看这大妈就是小心眼 说人坏话都不背着人 直接就对 我不是关心你 你这自己这么捞啊 捞那个最大的那个 动手 哎哎哎 哈哈哈 不用你 大叔是热脸贴到冷屁股上 做啥事情都白费 那大妈就是看不上你 我不喜欢超超把火的 你觉得他话太多嗓门多 哎 那你不觉得他这人其实是 他烟杀他是工人 他就这样 那你刚才看人叔叔在那帮你捞鱼 我看你咋还不乐意呢 人家不是关心你帮你吗 哎呀 我不喜欢骂人 虚伪都我 我丑不好 你觉得他虚伪啊 真是 哎哎哎 那大爷可是忍不了 想当年我可是万花丛中 过片夜不沾身 到老了你这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你说我这眼睛 你讲话我有底气 我说话身高 他都接受不了 嗯 我发现他浑身都是被 吞 大爷可不惯着你 能处就处 不能处拉倒 能处 能处咱就处一下吧 你别吵吵把火 我这眼睛就是比气足 我这比气足 说话身高 对 咋的嫌叔叔话多呀 哈哈哈哈 我就没啥说的 别吵吵 哈哈哈哈 还想我嗓门高 我们家老强 你这嫌叔叔嗓门太大 还是说话太多呀 我这嗓门高 我这性格我丑不好 你瞅瞅让大爷损的 又是太低了 又是嗓门高 咋的你这是想找 18岁小伙子呢 俩人加起来都160了 还想这想那 诸葛亮都没你考虑的多吧 最后大爷也是失去了信心 这是真拿捏不住啊 我这一世英明毁于一旦 阿姨是不是你想要 继续交往接触的对象 不交往了 还交往啥的 妥了相亲失败 大妈我奉劝你 别找老伴了 那都马上发誓了 能有几天潇洒的日子 眼光那么高 别去祸祸老头了 好了 本期视频结束 我是爱解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